晚间最新消息 新北市新庄区在晚间6点多 因为电缆故障造成了新树路 明安路 西盛街还有光华 街一带总共适合3982户停电 事发之后台电立刻派员抢修 先是转工复电了3281户 再陆续复电了634户 最后是在晚间的7点59分已经全数复电